屯門保良局園園小學 早前向少一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片段 令到部分學生恐慌 教育局局長楊潤同說 相信校方能夠配合學生需要 大公合適教材 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信任 學校和教師有能力 去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 今次的事件 可能在社會上引起一些討論 的確我們是需要在教學上 更加要配合學生的需要和年紀去做這些事 但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必須要在社會裏面 做好我們國家歷史的教育 做好我們學生國民身份的培養 而至於新學年 會不會有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被殺頭 楊潤同說 會視乎整體學生的數目決定 並且按現行機制處理 又說目前已經有五千多個教師 報名參加下個月舉行的基本法測試